好 来 请写答案 不要看 互相不要看 不要受影响 我就知道他会写这个 航拍机 好 好 三位做出了回答 首先 蔡蔡 来 给我们解释一下 你的答案是 航拍机 航拍机 对 航拍机 画一个大鸡蛋 对不对 画一个大鸡蛋 上面有只主王 有四根有条 在他的四个边 我跟你说 你这么一解释 我觉得超有道理 对吧 要不是我看过杨帝画的 我觉得你就是对的 先不着急啊 好 就说明你的要打个问号 好 下面真圆画的 我以为是这个早餐店 他这个 真圆画的一个早餐店 早餐店 因为他听到油条 包子 不是 这是一个形容 这不但是个早餐店 而且是不卫生的早餐店 因为他还有蜘蛛网 是不是 还有粽子 还有粽子 这孩子从小老实 听到啥就是啥 也得发散一下 不是他在哪个方位 就真实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王安宇画的一个圆 里面有蜘蛛网 四根油条 然后这是个包子 下面是个粽子 然后你觉得它是乌龟是吗 是吗 我也不知道 你看 我觉得是 你觉得更像航拍机 早餐店肯定不是对不对 对 早餐店 你觉得更像航拍机 还是更像乌龟 应该还是更像乌龟 尼哥 告诉他们 正确答案就是 正确答案就是 你神了 绝了 这太扯了吧 太扯了 太强了 我这个画的还可以吗 你画的太好了 可以吗 你又帅又聪明 下次别来了 你真的好棒 你真的棒的 感谢救命之恩 好厉害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跟你们俩我一直输了 真是够了 一开始能不能有点团婚 第一个开始攻击了 说好的团结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吗 就是杨迪自己换完那个格子 也觉得不叫蜘蛛网 没想到王安宇心中的蜘蛛网 跟杨迪一模一样 王安宇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杨迪 画一样 我就赌你是世界上另一个我 没有 因为我是 其实我 他说在上面 然后我以为在这儿 然后结果他画完四个油条 我就觉得有点像乌龟 然后我再加的这些网 可是人 哪一个蜘蛛网是格状的呢 这也不能怪 你们还是有团婚的 你们三个画的蜘蛛网 都是格子状的 这个可以额外加关吗 真是的 真是的 我们的蜘蛛网都是一样的 就和你们拿到一分 太强了